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豐研究所 今次想跟大家介紹大藏卷族遊戲的始祖 熱血硬派 國夫君 1986年5月在街機推出 1987年4月就移植到任天堂紅白機上 是Tenos Japan第一隻家用遊戲 遊戲版圖設計成疑似立體的空間 主角用格鬥方式與敵人交鋒 要打到一個區域裏面所有的敵人 才可以繼續前進 這種遊戲方式受到很多玩家歡迎 掀起後來雙節龍 戰斧 和Final Fight 等等的大藏卷族動作遊戲熱潮 遊戲設定有強烈的80年代特色 可以說是設計師昂本梁九在高校時代的寫照 他曾經是一個暴走族的不良少年 身邊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打鬥 而他又很喜歡李小龍 於是就在電影龍爭虎鬥裡面發掘靈感 設計出多種的格鬥招式 自此之後國夫君這個角色就深入民心 推出過多款熱血系列遊戲 當中包括運動類型遊戲 但都會加入有趣的格鬥元素 題材在90年代改編成多套漫畫 近在2013年拍成電視劇 在NOCTO TV上播出 熱血… 舐めんなよー! 國雄 熱血高校の國雄だ あー危ねー! お、女子高生演歌の美沙子じゃん 演歌アイドル エンドルってどういうんだっけ? 25年前 この博覧を着た熱血通番長がいた あー高倉さん この博覧はな トップ番長の証だ これすっげーかっけーわー おいと勝負戦が おい! なんであんたと喧嘩しなくちゃならんねーんだ その博覧を決めたことは全国の番長から狙えるのってこと あの博覧の本番 あー違うって 君たちさ みんなで博覧狙ってんねー 勝負だー! あ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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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 遊戲總共有四關 都是用東京一些龍蛇混雜的地區作為場景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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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